女子听到窗外有奇怪的声音 走近才发现是一只呆头呆脑的雕箫 嘴里还叼着一封信件 没想到这年头雕箫竟然抢走了信哥的饭碗 也出来兼职送信了 女子虽然一脸猛逼 但还是毫无顾忌地抢走信件 没想到这一行为惹怒了雕箫 发出怒吼吐槽女子还没有给配送费 然而女子不以为然直接关窗 留下雕箫在原地发呆 而她也暗自记下了这个小气的女子 等到第二次送信上门 雕箫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这里 生怕会再次被女子逃单 女子打开窗户想要顾忌重施 可没想到遭遇到了雕箫的拒绝 只见她死死护住信件 嘴里更是骂骂咧咧 表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然而女子根本就不想在雕箫身上浪费金钱 于是双方便陷入了拉扯的僵局中 谁也没有占到任何便宜 女子见雕箫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想要寻求帮助 可家里却只有一只好吃懒做的猫咪 根本指望不上 看着强势的雕箫 此时的女子也明白 如果不给她满意的报酬 自己也别想从她嘴里拿到信件 于是便拿出一个猫咪吃剩的老鼠头 想要跟她交换信件 可雕箫根本不为所不 依旧死死地咬住信封 此时的女子有些失去耐心 直接声拉硬拽 但没想到雕箫这次竟然这么有武器 打死也不肯让步 这可把女子气坏了 但为了能够顺利地拿回信件 她也只能忍气吞声 甚至拿出猫咪的玩具和雕箫做交换 任何吸引力 依旧死死地咬住信件不退让 此时的女子完全失去了耐心 硬生生地抢走了信件 这一行为直接把雕箫惹怒 对着玩具就狠狠咬了一口 眼神中透露出一种杀气 女子或许是感到了心虚和害怕 连忙往她嘴里塞了一只老鼠肝 之后便立马关上窗户 面对屋外愤怒的雕箫 女子拿着信件十分得意 仿佛自己才是最终的胜利者 然而雕箫接下来的操作 让女子立马后悔 等到第二天 雕箫果然出现了 这次她带着必胜的决心来讨要说法 此时家里的猫咪悄悄地躲在一旁 化身吃瓜群中 想要看看自己抠门的主人会怎么处理 毕竟自己也很久没有吃到罐头了 雕箫听着女子的各种解释 脸上却是一脸的不屑 气愤地表示耍无赖难道还有理了吗 一旁的猫咪对空姐表示十分认同 被雕箫发现后立马害羞地跑开了 女子深知是自己理亏 直接关窗想要清静清静 可没想到将自家的猫咪也关在了屋外 当猫咪被放进来时 在一旁等待许久的雕箫 也偷偷地跟了进来 到了晚上 女子惊讶地发现雕箫进入屋内 于是便质问她为何私闯民宅 雕箫丝毫没有示弱 表示自己只是来讨要报仇 于是便大声宣泄着自己灭心的不满 表示自己今晚在这里住下 直到女子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复为止 隔天雕箫便在屋里开始捣乱 把女子家的厨房弄得乱七八糟 紧接着她又雕起了一款饮料 示意女子泡茶给自己喝 女子自然十分不情愿 自己都舍不得喝怎么可能给别人喝 然而雕箫死皮赖脸 雕着饮料执意要喝 女子健壮也是十分无奈 只好烧水泡茶 雕箫这才放下饮料包装 喝完茶后 雕箫发现女子手上的饰品十分好看 如果拿去卖掉说不定还能当做自己的报酬 好在雕箫顺利地将手镯拿到手 可没想到不讲武德的女子 又趁机将手镯抢了回去 雕箫可真的快要气哭了 这让她更加坚定赖着不走 看谁先投降 此时女子家中的猫咪捉到了一只小白鼠 正准备饱餐一顿时 却被女子一把夺了过去 然后送给雕箫底债当做晚餐 没成想这是女子的这个操作 竟让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亲密起来 甚至让雕箫名正言顺地住进了女子家中 但条件是要赚钱养家 于是雕箫又开始重操就业 开始跑腿 而女子和家中的猫咪则是在家摆烂 此外雕箫还身兼多职 清澈响亮的声音让她成为了一名配音员 由于出色的能力 她也很快得到了配音界的认可 雕箫很享受这样的工作 比在风雨里送信强太多了 至少不会遇到赖账的人 工作完成后还能获得甜甜圈 真的比之前的工作好太多了 自从来到女子家中 每天过得十分忙碌 这次的工作是充当画画模特 由于第一次在众多人面前表现 雕箫显得十分紧张 然而这样羞涩可爱的表现 成功引起了小姐姐的注意 在和小姐姐的互动中才慢慢摆脱了紧张 展现出自己最帅的一面 学生们也得以全面发挥 把雕箫画得栩栩如生 唯妙唯笑 如今的雕箫完美融入了这个家庭 也和家里的猫咪成为了彼此最好的完蛋 他们在闲暇时间 会欣赏窗外的风景 一人两猫其乐融融画面真的很温暖 话说如此可爱的雕箫 你们想要拥有一只吗 从没见过这么狠心的母亲 竟然亲手摔碎了自己孵化半个月的鸟蛋 没想到背后的原因真的让人无比心酸 猫头鹰妈妈在天台产下两枚鸟蛋 丈夫不辞辛苦日夜间成为妻子觅食 本以为是好丈夫人设 却没想到突然消失一去不回 失去丈夫的头位让妻子根本无法安心孵蛋 饿了几天几夜等不到丈夫的回归 由于饿昏了头再加上产后抑郁 竟然他失去理智踩碎了一枚蛋 好在仅存的理智让他没有对剩下的一颗鸟蛋下手 但他却做出更加过分的行为 选择离家出走 放弃还未出生的孩子 可没想到几天后 猫头鹰妈妈竟然回来了 还找到了消失多日的丈夫 而原本破碎的家也在此刻慢慢恢复了往日的温馨 或许是为了让丈夫安心觅食 猫头鹰妈妈产下了一枚未受惊的蛋 不久后 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 多日的煎熬终于收获了成果 鸟爸外出觅食回来看到了这个喜讯 满心欢喜地将刚到手的食物送到妻子身边 看着自己的妻儿 鸟爸也变得更加卖力 他也知道自己身上的责任 让他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了 新生命的到来 让这个原本瀕临破碎的家庭瞬间变得完整 鸟妈妈尽心尽责 一口一口地将食物送到宝宝嘴边 此刻的她比以往任何时刻都充满了内心 几天后 原本光秃秃的幼崽也长出了潦草的毛发 然而另一枚鸟蛋却没有任何动静 由于这是一枚未受惊的鸟蛋 如果继续孵化很可能就会腐烂 会带来更多的细菌和疾病 于是专家便将这枚鸟蛋进行了无害化处理 失去另一枚蛋后 猫头鹰夫妇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唯一的孩子身上 每天给他带来充足的食物 他在父母的照顾下 很快就变成了毛茸茸的大肉球 看起来十分的潦草 不过在父母的宠溺下 他的个子也和父母一般高大 然而他依旧像个小宝宝 每天都喜欢往妈妈的怀里钻 或许是体会到丈夫的辛苦 他也会在空闲的时候出去补练 由于父母的过度溺爱 这让宝宝的体重严重超标 如果想要学会飞行 必须要控制自己的体重 猫头鹰妈妈十分清楚这个情况 即便捉到猎物也不会立刻喂给孩子 过惯了饭来张口的宝宝撒娇想要得到食物 却被母亲狠心地拒绝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胡吃海喝 自己却只能羡慕地流下口水 然而老父亲是个宠女狂母 刚回家就立马将食物送到女儿贼 看到这一幕的妈妈气不打一处来 直接追着丈夫一通臭骂 挨骂的丈夫只能委屈巴巴地站在天台边上 而获得美食的宝宝正准备大快堵 可没想到被妈妈一把抢了过去 然后飞了出去 宝宝可气坏了 扇动着翅膀想要追出去 可自己还是个胖宝宝 根本就不会飞 只能着急地看着妈妈将食物全部吃完 回来的猫头鹰妈妈扇动翅膀洋洋自动 似乎在告诉宝宝如果不学会飞行 那就别吃饭了 看到妈妈做完示范 小宝连王扁头表示学废了 于是笨拙地扇动着翅膀 可还是没有像妈妈那样轻松飞起 倒像是个母婚扑隆着翅膀 真的太滑稽了 看到孩子如此用心 鸟妈妈也是十分欣慰 但也不能对她太过于苛刻 又过了几天 猫头鹰宝宝长出了丰满的意义 此刻的她对于飞行早已是信心满满 当她进行第一次试飞时 却因为紧张过度从25楼摔了下去 屋主一家被吓出一身冷汗 连忙打着灯笼下楼寻找 好在猫头鹰宝宝学会了点皮毛 在坠楼时及时扇动翅膀才不至于摔死 受到惊吓的宝宝躲在角落中瑟瑟发抖 不敢出来面对这可怕的事件 好在远处传来了妈妈的呼唤声 听到妈妈的指示 宝宝立刻从角落中跑不出来 寻着妈妈的声音跳上车底 本以为她会飞到妈妈身边 可下一秒她就化身走壁机 穿着大棉袄屁颠屁颠地穿梭在小区里 可没想到她走进了公寓大门 紧闭的玻璃让她停住了脚步 正当她百思不得其解释 远处传来了妈妈的声音 她寻着妈妈的叫声走了出去 或许是对自己的飞行技术不够自信 她只能飞一段路走一段路 没想到这个呆子被高处的围墙挡了许久 看到这一幕的人们哭笑不得 于是便找来巷子放在围墙下面 好在这个呆子理解了人们的用心良苦 跳上箱子成功跨过围墙 小家伙离自己的妈妈越来越近 她顺着声音飞向山林 但她却被一张大网挡住了去了 此时的小家伙又是一脸无辜的看向工作人员 人们立马瞄懂 拖着疲惫的身子为她扫清了障碍 小家伙终于如愿以偿越过栅栏朝着母亲走去 小家伙还时不时回头观望 似乎在感谢好心人一路上的帮助 看着原本将要失去生命的小家伙 如今健康成长并回归大自然 屋主一家很是欣慰 原来生命是如此的卑微 却又是如此的顽强 万物皆有云气 期待下次与你们相遇